今天是洛杉矶时间2020年的6月6号 我们来到了大洛杉矶地区的森林湖市 大家好,我是洛杉矶房产经纪人Chris Liu 6月份对尔湾和森林湖的房地产市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月份 因为森林湖市有一个拥有6个紫色区的重要的地产项目正式开盘 这个楼盘处于一个非常好的地理位置上 跟我以前讲过的有风险的区域通通无关 第二个是加州几乎最低的地税税率1.1%的税率 所以持有成本非常的低 第三个就是社区里面设计的非常的棒 包括看视频里面公园、泳池、休闲娱乐设施等等应有尽有 第四个就是它的起价从56万的小连牌 一直到130万左右的标准的大都洞 非常宽的一个定价范围 几乎可以覆盖绝大部分的购房群体 现在这个楼盘刚开盘 按惯例来讲价格是在最好的时候 视频里展示的都是这个楼盘的配套 关于所有的户型、细节 包括预约看房 大家都可以单独的找我 咱们来看视频里这个五个房间的标准的大都洞户型 2640尺 五房四个卫生间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这是一个五房的户型 这个房间数是非常难得的 如果你家里人多的话 那这个房子也够住 如果人少的话 那么空的房间还可以作为书房 儿童的娱乐室等等等等 有非常多的用途 而且这个户型还能做到一个很开阔的设计 再加上一个1.1%的税率 超低的持有成本 它的价格呢 只要117万美元 这个房子还是非常难得的 但并不是说这个小区里所有的户型都划算 等您买房的时候 具体哪个户型或者地块比较划算 我会用经验和数据来给您建议 咱们接着看房子里面的情况 首先它这个楼梯是隐藏在客厅的最角落里 而且呢 这个房子功能区区分的特别明显 客厅餐厅厨房院子都有比较明显的分离 而且呢 视觉上还非常的通透 所以这个房子从一进门感觉就非常的大气 一楼除了这几个功能区 还有隐藏的楼梯以及院子之外 在一进门的右手边还藏了一间卧室 其实这个是第五个卧室 也是楼下唯一的一间卧室 要知道很多房子一楼是没有卧室的 像这个房子呢 一楼该有的优点基本上全都有了 这个是一楼的卫生间 配有淋浴 接着咱们再回客厅 现在准备到二楼去看一看 我特别喜欢这个楼梯的设计 一点都不占地方 咱们现在上二楼 从一个次卧开始看 很多人都说呢 美国的主卧是特别特别大 次卧是特别特别小 但是你看这个 一点都不显得拥挤 这个面积呢 非常的OK 甚至次卧配的独立的卫生间 都是非常宽敞的 很多客户说我这个人呢 更注重房子的地段 价值 风险和回报 而对户型呢 装修啊 这些讲的比较少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户型呢 我都是看过的 因为户型是影响 房屋价值的一个因素 如果这个户型影响房屋的价值 我是不会推给你的 另外呢 像房子什么颜色 大条高高不高 地板是什么样式的 这其实是比较初级一些的东西 因为呢 刚做经纪人那会儿呢 别的也不懂 哪里知道房屋的风险 价值地段呢 甚至里面的一些技巧啊 那时候通通不知道 唯一能跟客户介绍的 不也就是这个房子 漂不漂亮吗 随着经验的增多 你像我们REMAX 去年呢 我在全美国做到57名 到了现在的这个阶段之后呢 其实更关注的就是 房屋的价值 怎么样能充分的 保障客户的利益 而且呢 能帮客户避免风险 把钱花到物有所值 至于房子的细节 我们会严格的把关 但是呢 更多的喜好方面的东西 留给客户自己去看 这个房子呢 主卧也非常的不错 而且次卧也都不小 刚才的视频主卧过去了 如果没有看清的话 大家可以再重新放一遍去看 这个房子呢 二楼没有小客厅 它是做成一间卧室了 这个不算缺陷 很多开发商升级 还是要花钱的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 更多的户型 还有细节 大家都可以单独找我 谢谢您的关注